王美丽是谁呀 女的 师父 发发 发 哎呦 王美丽是谁呀 王美丽 就是你大姐夫的初恋女友 这家伙就现在就成你大姐 三叉神经了 谁提给谁来 但是有一点 我敢替你大姐夫打宝票 他跟那个王美丽 现在保证是一丁点联系都没有 没错 喂 那个美丽啊 这里我们家太近 我找个信号不好的地方跟你说 喂 我怎么听到你大姐夫回来了呢 喂 美丽吗 啊 你到沈阳了 哦 你要约我见个面去宾馆呢 喂 美丽啊 喂 喂 美丽 喂 美丽 美丽 这信号也太不美丽了 爸爸 你说得太对了 我大姐夫确实跟那个王美丽没有联系 他要有联系我都不是人 他来打电话呢 我回来了 爸 爸好 媳妇好 二名好 大姐夫 哎 接电话呀 不姐 现在是休息时间 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红火吗 哎呀 哎呀 大明吃饭吃饭 哎呀 哪个是我的啊 好好好 真不错 高蓝米水饭吃饭嘛 哎哎哎 钢子 哎 接电话呀 不姐 生活是红火吗 啊 那个 爸 哎 这样吧 你等会儿我 我做一个我拿手的饭 啊 我做一个高蓝米水饭 咱们吃的就是高蓝米水饭 再做就虫了 我拍个黄瓜 别拍黄瓜了 拍个王美丽吧 太残忍了吧 那就来个王美丽次身 同意 我整腊根去 你给我站住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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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干啥呀 站好了 李正 手机我搁的 紧张啥呀 你给我说 刚才 谁给你打电话 刚才 刚才就是一个普通的朋友 还普通的朋友 咋的 掉紧里了 舌头都直了 还想着 一听就是前女演 爸 爸 我解释 不是你们什么毛病啊 前女友怎么了 前女友就不许 再联系联系了 只要是正当地问 没有毛病 对不对 刚才 你地为人 爸心里有数 你不用害怕 刚才那个电话 是谁给你来的 你就直接告诉他们 谁 听见没 没有 你大点声 这回听见了吧 没有 你大点声 哎呀妈 把我这耳朵震的 爸 你这就是替我大姐夫 折呢 哎呀我折什么 折呢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那王美丽 你现在早就嫁人生孩子了 没有 他现在还是单身 吃饭 哎呀哎呀 我都听明白了 那个有可能是王美丽打错电话了 他不是给我大姐夫打的呢 没有 高粱米啊 但米你别吃了行吗 这高粱米水饭吃多了也不长个啊 吃吧 说说说说 说不了 你别生气了啊 美丽 吃吧 赵钢子 我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 我以前都没看出来 爸爸 这绝对是个误会 我替他打保票 你别替他打保票了 你还说 我把他训练得像个简友 他现在长榜了 要破壳了 他就是个普罗鹅子要起飞了 爸爸 你得给我做主啊 爸爸 你得给我申冤呢 我给你申冤 爸爸 有你什么事 我不哭 是不是嫌不合群啊 哎 别哭了 来来来来 坐会儿坐会儿 来来来 刚刚 说实话啊 你是什么人 爸心里有数 是 是不是 是 你今天 你就当着他们 你就实话实说 这个电话 王美丽找你什么事 你就直说 是这样的吧 今天王美丽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他今天来沈阳了 说约我见一面 要去宾馆 后来呢 爸爸 你听见了吗 给我憋回去 你们俩在这给我演鸽子呢 这个王美丽啊 他是个外地人 对 人家不远千里来到沈阳 在沈阳市举目无亲 不找我找谁 无非是带点土特产 自己拿不动 我必须去宾馆 你不说话行不行 二米啊 这个当年呢 是那个王美丽的父母 嫌你大姐夫 他们家穷 一阵无情棒 打得他俩是各分东西 就在你大姐夫 走投无路 灰心丧气的时候 是你大姐 用他的爱温暖了钢 婚后他们俩过得什么样 咱们不是有目共睹吗 我敢替他保证 即使现在王美丽 早上门来 他也会气定神闲 不屑一顾 谁 王美丽呗 屁业 瞧这 你瞧大姐夫呢 你看我大姐夫呢死 瞧这 谁 我 活了 活了 你好 是赵刚的家伙 是 谁是赵刚的 我是 那就对了 哎 哎呀 自我介绍一下啊 啊 我呢 是你的后半生 婚纱礼服定制中心的贼神 啊 受到新娘子王美丽的委托 特意为赵刚的先生 送礼服来了 刚啊 这礼服都准备好了 大姐大姐大姐你先等会儿 那个贼先生啊 不是 这个礼服什么婚纱的是给我大姐夫定的啊 不是给你大姐夫 不是给我大姐夫 是给赵刚子的 赵刚子 你的后半生都找上门来了你死定了你 不是 你弄错了吧 这不是给我的吧 是你是你就是你啊 什么是你是你就是你 这孩子你是弄错了 王美丽结婚 她给赵刚子做的奶门的礼服 对啊 你肯定是送错地方了 对 送错地方了 是这 是这 就是这啊 哎呀 这孩子我就没看过你这么嫁 什么是这 是这 就是这啊 这衣服肯定不是给他做的 对 不计你让他穿上试试 保证不合身 不能合身 我打坐 侮辱我们手艺人 给我脱了 圈儿 不合身 合不合身 大伙看 合身吗 音乐 怎么样 不合身吧 太合适了 爸爸你看啊 赵刚子 你是不是合身 有点过分了你啊 啊 那个贼你给我挂 怎么 我问你 这衣服谁订的 王美丽王美丽嘛 他优定了几套 一套婚纱 一套礼服呢 那婚纱是按谁尺寸定的啊 王美丽王美丽 王美丽嘛 那礼服呢 造纲的造纲 造纲的嘛 一套婚纱 一套礼服 这配备挺全呐 不全 还有个花呢 赵刚子 现在你也学会 家外有家了 是吧 我告诉你 我现在也就是怀孕了 我要不怀孕 我不一大飞机 要踢你嗓子眼里 去我算你扁肠体 长得结枝 气死我了 别提了 挺好的 这事比我俩结婚那天 还好看 爸爸 哎 解释 这不很正常吗 你们好好想一想 在一个婚礼隆重的场面上 王美丽 穿着婚纱 赵刚子 穿着礼服 胸前都佩戴着铁华 他们俩的关系很正常 你们怎么就不信呢 我要信我是啥子 哥 快过来 干啥呀 这事我看明白了 你做的不对 都要再婚了 怎么还给你远配家呆着呢 太王 一会干账的时候呢 把礼服脱下来 这些衣服挺贵的 出去 好嘞 哥 用给你打个120吧 出去 你得考虑到120能补兴 出去 好的 大米啊 大米你别哭了行不行 大米你听我解释行不行啊 大米啊 这么多年我心里面只有你 你不相信吗 大米我跟你说 我是一颗单心处向你啊 我就是你这辈子减勇 你放心 我变不了扑了额子 我为了你我不进化 你不信是不是 行 我现在打电话给王美丽 我开着免提 行不行 你听着啊 喂 美丽吗 哎呦 刚子哥 美丽啊 不是 那个你 你给我送个礼服 啥意思啊 嗨 刚哥 不好意思啊 这事情啊 来得太突然 刚才信号不好 我没说清楚 这明天早上啊 我要结婚了 我老公是个军人 原本的婚期是三个月后 但他接到紧急任务 明天早上就要出发了 这原想把婚期再往后拖拖 可我觉得都拖了这么多年了 这次啊 一定不能再拖了 我要让他知道 在他的身后 有一个家 支撑着他 美丽啊 那你给我买这礼服 啥意思啊 我想请你做我的主持人 这婚礼也实在是太着急了 我的家人都赶不过来 现场我连个亲人都没有 这婚礼啊 也太冷清了 我这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只能求你帮忙 所以想见面 跟你商量商量怎么办 不对啊 那你为啥订礼服就订一套啊 听明白没有 他嫁给的是个军人 那军人结婚不得穿军装吗 美丽啊 我是赵康子的岳父 叔叔好 孩子啊 孩子啊 你的话我都听明白了 你的婚礼是仓促了点 但是你不会冷静 你不缺亲人 我们全家都是你的娘家企 谢谢叔叔 美丽 我是你钢子哥的媳妇大米烈 哎呀 嫂子 是我 你放心 我们马上就去给你筹备婚礼啊 谢谢嫂子 美丽啊你放心吧啊 这事我们全包了 谢谢钢子哥 明白没听清楚没 我就说了刚才就做不出出格的事 是 是 那个大姐夫 干啥 对不起啊 我刚才差点就犯驴 差点吗 不踢我嗓子眼里了 那不没使劲吗 你的扁桃体还是你的扁桃体 钢子 对不起啊 钢子 我错了 钢子哥 满血复活的感觉真好 爸 哎 情况你们都了解了吧 知道了 爸哎 现在我要布置任务了 你放心结婚吗 三天没大小 三家你说就算 你去拍活吧 范思哲同志 到 你 带领你的老伴 负责明天结婚现场迎来送网的任务 是 大米丽 到 你通知王小倩大秦子等一杆闲散人员 负责明天婚礼现场拍摄以及喜剧类节目 是 二米丽 咋地 你马上通知钱顺峰 让他准备一个低调有内涵的撤队 明天要行驶在迎亲大道最前套 妥妥而定 赵刚子 到 你明天除了洞房不能入以外 其他的事你全包了 明白 我们要向举办自己婚礼练完成这个任务 现在目标王美丽结婚现场彩牌的时刻开始了 让我们踏着幸福的脚步出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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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